接着来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是四班1000米 看票数 开票的时候最热是樊戈尔的 4.9倍 过完关真的说很早 上到5.6倍 不过后下很多票 下来变回3.6倍的大热门 海豚星开票5倍 有过关票 下到3.5倍 之后就回上5.3倍 大武士也有过关票 7.9倍下到6.3倍 之后就回上11倍 浴城精彩这只就冷碗来了 26倍开票开票的时候30倍 好 你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闸的马中间有这只 樊戈尔过河竞出 粉红帽海豚星也都抢在前面走 打边第四位还有大武士 最入的那只真勇士 自己一只不停跑 外南未知吉利大姓红衫红帽 中档还有同盟力量浴城精彩 黄衫黄帽紫色眼罩 就是这只有之星 厚一点的马 胜女插班生衣背黑衣 大约背三四左右 背以外南戴面固一只星祭精英 暂时大包尾就威荣 跑了一半 海豚星有难 外南尖先 中间范戈尔上来 在中档位置还有大武士 向后一层马 又有玉城精彩 外南位置还有吉利大姓 在后一层还有同盟力量的马 中档位置还有玉城精彩 兜到最后200多米 范戈尔再认真比下去 折来后面的对手两个多身位 赢了这场赛事 第二名的马 海豚星在外南 中间第三就玉城精彩 第四名大武士 如果有所谓的贵尾职 这些真是贵尾职 这些跑几下长得一边的马 好像大超级那样 脱了几个马位 范戈尔 上次跑得很尽的海豚星 跑到第三回来都不多 都可以跑到提升了名次 跑第二 海豚星 这些都是贵尾职 下季初你再称这些职的时候 你真的要小心点 你称下去的战果又很合理的 因为范戈尔沿途都走得很顺 他赢了海豚星几个马位都不出奇 因为原本赛前 想着可以做重心的地通拿 就退出了 这次有机会留给范戈尔 红黑直奸三 范戈尔上场怎么说呢 想着上场可能都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但原来那场没有跑到 还好这场的对手再弱一点 可能那场谷得紧要一头去踢篮 然后跳了出去 让篮外面 他不是有以往的旺迹 他摆了几十场 因为无端端撞篮 可能很好火 不要紧 留下这场用 同系那种又退出了 对于方家柏来说 很重要了 又赢多一场 先赢多一场 都是这件索衣 不像马房 那只赢方家柏没有行 就是了 如果地通拿赢就不关方家柏事 都是这帮马主 那只肉成精彩其实还偏偏的 有点耐闪 先看分断时间 头段13秒12 第段20秒61 末段21秒71 总时间55秒44 所以接着都改了场地挂牌 这场的四班 好像约早 但时间不慢的 55秒44 对啊 变成现在正式记录上 第二场都已经是 好自快地来的 一来就是这个场地的关系 二来就 今天风就不算很大 但是都是当时吹顺风的 那都帮助到这只帆哥儿 做到这麽快的时间 但是这些马都跑了四十多场 七岁 你说它现在进步 都没人相信的 是吧 但是为什麽这场 可以跑得很快的时间 就赢了几个马位呢 是不是真是 这段方仔的马 调得很硬 我们上次都奇怪的 这些马响得很乖巧 无端端去撞篮 然后退出 那现在看完 今天的演出 真是有点了到 如果你说说临场看马 上场真的 那些火就很大 今天其实 可能也因为吸收了上场的经验 出跑道的时候 有移仗马拖着 又不见他说很扭令 今天其实去习前那段时间 他就比较乖巧一些 我想也都因为 另外一件事 即沿途其实他都 这场 走得很顺利 没有压迫 那些马自己走得顺利的话 那个姿态是会特别轻松一些 其他马这一场真的 都没什么好跟进 也都很幸运了 去到季尾阶段 有很多七身马 可能都是出来跑一下 吸收一下一些经验 不过也都有一些不幸运的 初出就已经有事了 那只威荣就流了鼻血 再加上就是这个左前腿 就是这个左后腿 就是不良迂行的 有事了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说第三场